川普对希拉里等28个个人以及组织提起了诉讼 其中包括民主党中声名显赫的人物 拜登前往了波兰与乌克兰边境 同时波罗的海的三国议员访问基辅 俄乌战事反转明显 乌克兰军队拿回基辅更多的地区 乌军摧毁了俄国舰艇 美军绿色贝雷帽帮了大忙 涉嫌全球大规模黑客攻击 4名俄罗斯政府雇员被美国司法部起诉 北约宣布三大决定 拜登重大改变 退出一项他的竞选承诺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北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3月25号星期五 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最新消息 3月24号 川普总统正式起诉了包括希拉里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等等在内的28名个人 还有组织 指控他们为了操纵2016年大选 而编造了通俄门 综合外媒的报道 起诉书中指控 希拉里和其阵营 以反对方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幌子 认可了有争议的斯蒂尔卷宗来构陷川普 谎称川普与俄罗斯政府勾结 以煽动公众对川普的信任 削弱川普2016年参选的能力 遭到起诉的包括希拉里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舒尔兹 现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希拉里阵营的竞选经理穆克和多兰 编辑川普和俄罗斯秘密关系卷宗的 英国前情报人员斯蒂尔 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 和之后接替他的代理局长麦考比 等等28个人 还有博清律师事务所 和情报研究机构福森公司 可以说川普的起诉 将众多的美国民主党中 声名显赫的人物和组织 几乎一网打尽 川普向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法院 提交的法庭文件中写道 在2016年大选中 川普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和他的阵营 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为了诋毁川普 策划了一个好像他与俄罗斯相勾结的 造假阴谋通俄门 从而试图诋毁他并打垮他 诉状中写道 在他们精心策划的险招失败 川普当选以后 希拉里阵营仍然用词来诋毁川普政府 更糟糕的是 他们毫不掩饰地宣扬 他们已经被彻底揭穿的谎言 来确保川普不会再次当选 这个计划是由包括候选人希拉里自己 和他的阵营 还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高阶官员们 构思协调和实施的 为了推进他们的计划 而采取伪造证据 欺骗执法部门和入侵高度敏感数据 这些令人发指 具有颠覆性和煽动性的计划 即使是水门事件也相形见处 这份长达108页的起诉书中 还有一份详尽的申诉清单 其中包括控告特别检察官穆勒完成的俄罗斯调查 还有指控克林顿阵营敲诈勒索 川谋犯下有害的谎言 妨碍司法公正 以及其他涉嫌的犯罪行为 前不久 检察官达勒姆发布了轰动美国的调查报告 揭露希拉里团队采用极端的间谍手段来监视川普 企图制造通俄门的虚假谎言 川普称 由于希拉里和其他人针对他的行动 他在过去和现在的业务中损失了不下2400万美元 川普要求赔偿7200万美元 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到第30天 今天3月25日 拜登从布鲁塞尔前往波兰境内 靠近乌克兰边境城市的热书夫 热书夫距离乌克兰边境仅有80公里 离着乌克兰主要城市利奥夫 仅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目前也是来自乌克兰难民聚集的地方 法新社评论说 拜登走向了西方参与反对俄罗斯入侵的最前线 报道中说 波兰总统杜达今天在热书夫机场迎接了拜登 拜登与杜达一同听取了人道救援情况 和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战争难民的简报 拜登还前往了驻扎在这个地区的美军营地 据白宫说 拜登随后会前往华沙发表演讲 拜登肯定了人道救援的重要性 他说 这令人心碎 看着那些小婴儿 小孩子 看着那些母亲 你不必要理解他们说的语言 但可以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痛苦 俄罗斯入侵以来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布尔 持续遭到了俄军的围困 炮击 大量的平民正在恶劣的环境中求生 而乌军也正在继续顽强抵抗 在经历了数周无情的轰炸 马里乌布尔市至少有10万人处在缺水缺粮以及药品 先前有10辆公车组成的车队想前往马里乌布尔营救平民 但却遭到了俄军的蓝茶并且直接被征用 3月25日媒体NEXT发推文 乌克兰警察总长阿布罗斯金在今天表示 只要能换取困在马里乌布尔孩子能够安全地撤离 他愿意成为俄军的人质 许多网友也在这个推文下胜赞阿布罗斯金的勇气 除此之外 据乌克兰总统府在3月24日的消息 波罗的海三国议长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并与泽伦斯基会晤 这世纪近日波兰、捷克与斯洛维尼亚领导人拜访基辅以后 再次有三个国家的重要级人物到访乌克兰 泽伦斯基表示 无论是从领导人层面而言 还是从国家层面而说 你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刻很重要 这就是我们要感谢你们的原因 泽伦斯基在昨天3月24日晚上发布了最新的视频 他向乌克兰人民对俄罗斯军事入侵的英勇反抗 表示了敬意 根据泽伦斯基的最新评估 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战争中 数以千计的乌克兰人遇害 其中包括121名儿童 650万人被迫离开了他们的家园 其中4300多处被摧毁 近日 俄乌战事有明显的反转 据Axios 24号援引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说 乌克兰军队正在基辅阻击俄军 俄军死前一直在基辅东部和东北部 大约12到19英里的地方 但现在 乌军将俄军推出基辅以外大约35英里的地方 今天乌克兰基辅独立报的军事记者伊利亚 发推文表示 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基辅以东60公里的区域 这位官员还表示 俄军现在反而在顿巴斯东部地区 特别是卢干斯克和顿涅兹克投入了更多的军力 这可能是为了切断这些地区与乌克兰军队的联系 并阻止乌克兰向西移动来保卫其他城市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3月24日周四上午 乌克兰海军称 他们在马里乌波尔西南黑海的一个港口 摧毁了一艘俄罗斯舰艇 泽勒斯基认为 乌克兰将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 报道中提到 虽然俄军拥有优势兵力 但乌军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而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也就是绿色贝雷帽 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冲突 但却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战斗中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退役的绿色贝雷帽军事长 摩尔在周四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中说 特种部队非常重视乌克兰 自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 乌克兰军队开始为俄罗斯进一步入侵做准备 而美国军方也迅速的介入帮助 绿色贝雷帽在训练乌克兰军队方面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摩尔说这项工作通常是悄悄地进行的 3月13日 俄罗斯用火箭弹袭击了一个设施 造成了35人遇难 美国之后将部署在这个设施的部队 转移到了德国 目前绿色贝雷帽在欧洲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停止 仍然有部队驻扎在欧洲 帮助盟国为俄罗斯的可能进一步入侵做准备 摩尔说 俄罗斯的举动是一个错误 他认为俄军入侵乌克兰进行的很糟糕 部分原因是美国的援助 他还提到 如果俄罗斯想进一步推动入侵 有可怕的事情正在等着他们 乌克兰国防部24日在官方脸书上发文说 自从俄罗斯入侵到今天 乌军至少摧毁了俄军530辆战车 美国富比市军事记者艾克塞 运用军事网站的数据说 自从俄军入侵以来 乌军损失了74辆战车 但是却收获了117辆敌方战车 这代表着乌克兰战车比开战前还多出了43辆 周四 3月24日 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4名俄罗斯政府雇员的刑事指控 称他们在2012年到2018年期间 两次参与了针对全球能源设施的大规模网工 影响到了135个国家的数百家公司 还有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电脑 司法部称 被告中的三名黑客 他们受雇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在2012年到2017年期间 对全球多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核电站、公共事业和电力传输公司的电脑网络进行了网工 还有一名被告是36岁的俄罗斯国防部研究所的雇员格拉德基赫 他在2017年与其他人合谋 入侵了一家外国炼油厂的电脑系统 并在其安全系统上安装了恶意软件 四名被告还在2018年的2月份到7月份 曾经试图入侵一间拥有炼油厂的美国公司的电脑系统 但是没有成功 一名司法部官员表示 尽管这些网工发生在几年前 但四名被控的俄罗斯人还没有落网 而且警告俄罗斯可能会继续发动类似的网工 另外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全球最大的骇客组织匿名者 在美东时间23日的下午7点发了推文 说已经骇入了俄国央行 称将会在48小时内公布3万5千多份文件 其中包含秘密文件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 匿名者不断地向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 目标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国家级媒体和重要的政府机构等等 此外 移民者还入侵了俄罗斯境内 多家主要机构的数百部打印机 并操控打印了十多万份俄语的反战宣传单 3月24日 西方世界领袖齐聚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一天内召开了三场重量级的峰会 峰会结束以后 北约发表声明 做出了三项决定 第一是继续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第二是继续加强对东欧的军事部署 使北约在东欧的总兵力达到4万 第三是同意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支出 使国防支出达到或接近各国的GDP的2% 此外 声明还特别提到 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国家 不要以任何方式来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周四 美国已经对两家俄罗斯公司 和一个朝鲜实体实施了制裁 因为他们向朝鲜的导弹计划转让了敏感物品 此外 还有一名俄罗斯公民和一名朝鲜公民 都受到了制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这些措施是我们努力阻止 朝鲜导弹计划的一部分 凸显了俄罗斯在这个项目上扮演的负面角色 就在美国宣布制裁的同一天 朝鲜说它要测试一种强大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另外 据华尔街日报在今天3月25日的报道 在2020年的竞选期间 拜登承诺将会努力制定一项政策 这个政策强调 美国核武库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敌人的核攻击 现在拜登在盟友的压力下做出了新的决定 美国核武库的基本作用将是威慑核攻击 然而官员们表示 这种谨慎的措辞 未在极端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核武器来威慑敌人的常规 生化 化学和可能的网络攻击留下了可能性 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 根据2015年最初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俄罗斯同意购买伊朗过剩的油 这一角色可能会在新的协议中恢复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在本周也表示 俄罗斯在购买伊朗过剩油方面的作用 是我们如何确保伊朗的核计划的关键部分 本月早些时候 新的核协议的条款接近完成 在之后 俄罗斯要求与伊朗的贸易 不受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制裁的影响 据报道 美国立法者都公开反对俄罗斯在新协议中的作用 怀俄明州共和党议员切尼发了推文说 我不认为俄罗斯以合法或者诚实的方式参与谈判 俄罗斯正在寻求绕过制裁的方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 因为新核协议的谈判正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 所以引发了人们对普京可能发动核打击的担忧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